Hello Everyone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怎样拍摄一个演出录像 首先摄影机的位置 机位按道理最喜欢选择在中间 但这里是一个安全通道 选择贴在它的尽量中间但偏右一点点 一个稍微偏广的1835来拍这边的主机位全景 第二个机位我们给了一个50100拍这些特写灯 副机位呢就给了个70200 现在假如这台机子出问题的话我们还有一台机子 一个安全区 所有的三角架用大约胶贴死 撞 但是我们的RED没有倒下来 主机位连上了一个供电线 我们确保就是从这里干干净净的连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主电源 客人进来看的时候不要不小心碰到这个地方 但是那边也会准备好电池这样可以不断电 演出录像中假如出问题可以快速反应 在这里拿我们需要电池卡打焦或者一些其他的部件都在这里面藏好了 一般三个人 这一位看着主机位一个人在这里就移动 还有一位就是来做声音和辅助 这是我们的录音设备 我们是这样解决录音的问题 那么首先录音设备会有两个小蜜蜂 一个是从上面调音台那边收到的最好的声音直接无线传送进来 另外一个我们藏在了这里近距离的接收这边演员的声音 假设上面出问题的话我们还有它 这两个都是文件烧进录音包里面 假如录音包也出问题怎么办 我们使用的是爱图室的AILA 直接录进了一个手机的备忘录 听起来很糙 但是结果还是可接受的 总比较没有声音要好 那么当然这个手机我们要确保它有足够电 所以它也有一个充电包 这是一个暂时最简单最小型的组拍摄的最佳方案 你们也可以在评论里分享我 你们是怎么拍这种类型的演出录像